大家好,我是蓝雀,今天来看最新爱情悬疑剧 治愈系邻居有秘密,粉丝都说很带感 咱们来刺激一下,男主阿珍投影美女照片 想起那天要跳楼,表情逐渐猥琐 还好长得帅,猥琐也能看 对着照片疯狂蠕动,果然够变态 未接近美女腾子,她搬到美女家隔壁 腾子还不知情,元气满满,去上班 她是经典日剧女主,老好人一个 啥事都懒上身,不懂得拒绝 同事眼镜没好脸色,硬谣报销喝酒费用 恋爱脑同事赶紧安慰,劝腾子少干点活 空出点时间恋爱,拿手机一算 腾子交好运,本世纪最轰轰烈烈的恋爱等着她 会有一想不到的人表达好感,折就离谱 恋爱脑赶紧八卦,会不会是很凶的眼镜 故意找茬,想吸引注意 果然是恋爱脑,偶像剧看太多 腾子觉得不可能,同事版本在旁边表情复杂 感觉她喜欢腾子,但不好意思表白 腾子下班去超市,买到半家面包很开心 心灵居阿珍强力跟踪,气氛焦灼起来 腾子一个人住,还要汇钱给父母,弟弟还在读高中 视频完忽然听到声音,过去看窗户开着 莫非有偷窥狂?腾子有点害怕找恋爱脑同事商量 恋爱脑又开始幻想,会不会是眼镜看起来有点变态 搞不好是跟踪狂哟,还有可能是另一个分公司的小春 上次吃饭,腾子对她很好,给她毛巾擦衣服 小春好像对腾子有好感,恋爱脑真是会想腾子有点吓倒 确实有跟踪狂,就是隔壁的阿珍 阿珍家贴满腾子的照片,没事就隔墙偷听 露出猥琐的笑容 他主动找腾子打招呼,腾子一看好帅呀 赶紧收拾一下再开门,阿珍很有礼貌送上见面礼 帅哥还雅沙西,这谁顶得住 甚至打开袋子,送的还是高级货,简直是完美 前那边阿珍也很兴奋 果然够变态,第二天马上下班,眼睛又找腾子做事 腾子不爽,硬要快下班才来,上阳台喝酒泄愤 阿珍刚好也在,两人聊了起来,居然挺有感觉 喝的还是同款啤酒,瞬间拉近距离,跟踪狂骂 大家懂得,准备的晚饭也是同款 果然合得来,两人都忍不住回味 离谱爱情开始萌芽 第二天一早,阿珍提出送腾子上班 腾子借口要多运动婉拒,心里还是很开心 中范时和恋爱脑分享,隔壁搬来大帅哥 恋爱脑很激动,同事版本不淡定 提醒腾子小心点,搞不好是变态哟 腾子回家果然有情况 地上丢了个信封,上面写着 我对你很失望 这时有人强行开门,气氛恐怖起来 第一集结束,卡点太离谱 点赞再来一集,开门一看 阿珍站在楼梯后,说有个奇怪男人看到他就跑 腾子感谢阿珍照顾 恋爱脑很担心,让腾子先住他家 腾子很要强,应该没事 打开算命软件 今日关键词,动作电影 原来是这个意思,剧情刺激起来 阿珍笑得很开心 听说有跟踪款 他告诉腾子,有事尽管找他 开了洞,沟通更方便 看他俩甜蜜,就差亲善了 恋爱脑又来推动剧情,叫腾子看杂志 原来阿珍是富二代,大公司社长的儿子 富二代为什么看上腾子呢 当年他要自杀,应该是腾子做了点啥 阿珍开始猥琐跟踪 看到腾子笑得很开心,跪上前搭上 腾子说在杂志上看到阿珍,夸他长得帅 阿珍那个激动呀 回到家不对劲,腾子家居然有人 不会是跟踪狂吧 走近一看是腾子的弟弟 腾弟看到阿珍马上查户口 担心姐姐被欺负 腾子让他赶紧走 和阿珍开始二人世界 吃弟弟带来的烟菜 腾子很好奇 问阿珍为什么搬来这里 毕竟是富二代嘛 还不是为了跟踪你 当然不能明说 阿珍表示说来话长 看起来有难言之隐 腾子赶紧安慰 活着就好了 别管那么多 第二天一起出门 阿珍故意走在后面偷拍 腾子也没多想 同进同出很开心 阿珍也是变态 收集腾子用过的各种东西 发圈 吸管 便利店小票 头发 彩笔 操作相当变态 两人就像恋人同居 忽然有一天 阿珍说要出差 晚上不回来 腾子有点失落 阿珍趁机向腾子要手机 留下手机号备用 万一碰到变态 可以联系他 偷偷装上定位APP 这一下跑不掉了 腾子忽然发现 跟踪款的字和眼镜很像 莫非眼镜是跟踪款 腾子有点欢 感觉有人跟踪 开始经典日巨炮 日本人还真少 路上就没杀人 跟踪的果然是眼镜 他要出手了吗 气氛非常娇着 眼镜没那么变态 他怪腾子酒店没订好 不过也没啥 他是来送礼物的 原来是虚惊一场 腾子总算松一口气 万万没想到 真正的跟踪狂正盯着他 是另一个分公司的同事 小春 小春挡在腾子家门口 看到腾子开始发飙 小春可不这么想 我要 誰?! 誰?! 這麼深刻的... 為何我能解決?! 我沒事 你們都沒有什麼事 如果是我同一的人都可以回到你 走 請生氣 你解釋吧 這樣 我不要 你像我一樣 這麼變態 趁著趕緊跑 變態努力追 日本真的太危险了 橙子躲起来向阿珍求救 关键时刻第二集又结束 真是太会卡点 没关系再来一集 电话没打通 变态已经杀到 橙子吓得说不出话 阿珍居然瞬移出现 跟踪狂就是烧 再来深情安慰 阿珍说工作提前结束 刚好回来 气氛暧昧的不行 橙子要来阿珍的杂志 准备好好了解一下 来来跟半斌 回家看帅哥 杂志上说阿珍有女朋友 这一下尴尬了 转念想也对 帅哥这么雅沙西 条件又这么好 怎么会没有女朋友 橙子忽然自卑 开始躲着阿珍 阿珍主动示好 橙子保持距离 说跟踪狂的事 已经告诉领导 暗示阿珍不用操心 这儿让阿珍相当不爽 把男人们通通涂掉 再上全方位监控 恋爱脑再来推剧情 说眼镜家开连锁超市 眼镜是富二代哟 他要有眼镜喝酒表白 但橙子一起去 没想到眼镜是猫奴 话题离不开小猫 有钱又爱猫 恋爱脑更喜欢 喝完酒 拉他一起回家 被公司知道后主动辞职 版本很激动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可以英雄救美 耍完帅正要表白 阿珍及时出现 拉腾子回家 气氛焦灼起来 要来回安台聊天 阿珍很直接 问腾子为什么躲着他 是不是他做错了什么 腾子赶紧否认 坐在杂志上 看到阿珍有女朋友 可以保持距离 阿珍松一口气 说根本没有女朋友 只是怕女生搭讪 骗杂志有女朋友 腾子很开心 夸阿珍优秀 阿珍却高兴不起来 说全靠家里 气氛有点悲伤 腾子转移话题